大家好,我是吳仔 今天朱玉威又來跟我們說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當然,大家好 斬豬肉的朱玉威 是不是真的那個呢? 很多人當是豬肉的,不要記錯這個世界 我們今天朱玉威在日本來說叫做豚肉 日本和香港的關係 他找到一個題目跟我們說 你們很喜歡,經常說去日本回鄉 鄉鄉鄉鄉 他很有好的地方,我都喜歡去日本 你去過日本沒有? 我當然有,我都是香港人 今天我們找到一個,是不是日本Youtuber? 一個在香港的日本Youtuber叫阿妹 就唱衰日本 我只是富賀 我不是富賀,我只是研究而已 我聽你說什麼,我挺喜歡日本的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題目 沒有廣告的,跟大家研究一下 我先說說我有什麼喜歡日本 我第一次去日本,我覺得這個地方很整齊 很奇麗 而我呢 我從小到大80年代都是喝日本水大的 說真的,有卡通片,你的衣貨 你看的東西 當你第一次去日本 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 我看到日本的招牌是日文 又不知說什麼的時候 我心裡不知為何有種喜悅 我微笑了出來 好像打遊戲 是,那樣東西是大家 從小都覺得見到 八百半啊 那些假壽司啊 拉麵 其實都已經是 根深太固了 在腦袋裡面 沒錯 好,那大家很喜歡日本 有他喜歡的方面 不喜歡呢 不是應該這麼說 應該說他覺得日本 是比香港差 有些東西 有些什麼差呢 正常是日本人 是吧 是,他日本人的親身說法 他自己說自己沒有問題 好像我們這些印度神童 說印度話是沒有問題 整個叫OK仔沒有說 所以 好,那跟大家說 香港人有三個優點 完成日本人 我還是說回香港那些話 好,讓我扮一個香港人說 這個阿尾呢 他就說 讓座的文化 在香港是好比日本 他說 在香港的人 是肯讓給老人家 而在日本呢 就不肯讓 嗯 因為他不是健不健老 那些日本人會覺得 如果你讓我做的話 我就是沒有人用的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是有偏見 是 那些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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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 你年輕人 你讓給我 真的說我老 真的說我沒用 就是我沒了道 可能他們的文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套山什麼東西 帶個老母子上山 八十歲 哦 哦 哦 我忘記了 那些日本人的文化 本身 他沒用 他老 加不到田 下不到田 他們有些 冬天呢 就被兒子揹上山 作為最後的孝兒 因為那時候 如果沒東西吃 大家都會餓死 那麼寧願最老的那個 就犧牲自己 對啦 自己就上山 這樣 讓那些年輕人 就不用那麼大負擔 等他自己就解決了 那麼日本有這樣的文化呢 可能 即是 我去到那個年紀 你要讓我廢的 可能他有這樣的 忌諱都不定 嗯 他有這個文化 那麼香港人都讓的 不讓 有些甚至 甚至 我覺得香港人的文化 是過份批鬥的 過份了 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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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space 那天在地鐵站 那天在地鐵站 看見那個肥婆 罵那個.... 哥仔 有什麼事呢 就好啦貓斯文的哥仔 坐在關內座上 那個肥婆 他隔邊 有個位 Porque 那肥婆拖牠拖的裡 好人好者 多少歲呀 這個位假如你坐的嗎 有沒有搞錯呀 哇 氣 Turbo 我簡直就想為 你知道那張椅子 沒有人他是可以坐的 但他罵完人他不是坐的 他就說你這張椅子不能坐 兒子不在旁邊點頭 糟糕 就是教壞了 說真的要重新說一次 關愛助是關愛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就不是老人家或者什麼身份 沒有人坐就坐 沒有人坐就坐 但都拿來坐 有老人家就讓讓他坐 很簡單 搞得很複雜 香港人是在規矩上加規矩 我自己覺得 日本人讓座他們不讓 香港人告訴你 有時候真的道德 魔人塔利班 然後我哥仔記了 很品牌 我看到我覺得 其實我戴著口罩 陷著他就說你這筆肥貨 搞錯了 但是哥仔可能聽到 看著我算了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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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耳邊 暗春扶著扶手 唉 真是 這個也是香港人 唉 一個特色 淒涼 淒涼 好 看看先 第二個 他覺得日本人 比香港差 就是香港人的語言能力 嗯 因為這個人認為 他是香港人 都很懂廣東話 英文 普通話 兩文三語 兩文三語 對 很厲害的了 他日本小學都有學英文的 但是他那個年代呢 他中學時代 才開始學基本的英語 學什麼呢 A至Z 我真的變了差不多 遲了我們 七年才開始 是啊 書啊 And Girl 那些 A Apple 所以你看看日本人的人唱歌 真是 那些日文 那些英文發音 真是不知所謂的 嗯 Loving You 有沒有聽過 有啊 Love You Fat You A Beautiful Vivio What I Do 全部都有日文音 好難聽啊 日英 真的 經常都說 那些英文很差 這個相當之不行 那這方面 但是香港人你說 英文一點點 如果你說新香港人 就會弱一點點 廣東話都差一點點 不過他們都是懂的 基本上 不過沒辦法 因為先說一點點歷史 香港 都是一個 當年是一個 國際的大都會 現在都是 三文兩語 是不是 現在就變了 三文魚 三文魚 什麼以前 超哥有聽的 現在都是 知道嗎 超哥大領主 好耶 超哥好耶 第三 香港人對失敗 錯誤 是很有包容性 應痛 嗯 即是 話小 插小小話 這樣說 他講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 真是一個 看透了香港的 有壓力的 日本人 你先了解日本人 如果有人失敗 要切腹 是啊 不是說話 切腹啊 切腹啊 哎呀 死了 但是你 香港人 做錯很多事情 我是不會向他們認錯 我覺得 沒有什麼向他們認錯 不會回應你的問題 哈哈 然後怎樣 哦 那吃飯吧 然後 然後 看粵曲 然後 我就去了德國 哈哈 是啊 就是這樣說 香港人 錯 很簡單的 三天 哇 日本人揹著罪名 那個呢 對呀 混蛋 哈哈 然後就死了 他不切腹也不行 第三次變成了 其實香港的來說 最重要是你肯認低位 反而老闆覺得 算了他認錯 唉 沒事了 香港是這樣的 他們拜這個 十族一清 嗯 但是十清一族 那些 這個 哈哈 做十件好事一件壞事 這個就死了 是不是 他做多少好事沒用 但是那些壞人 其實他也有少少帥 壞人 都覺得順眼 都沒什麼 人都沒什麼 是啊 香港人三日記憶 是啊 真的很壞 他們 什麼 什麼 江 應該是君 君子回頭 金不換 嗯 他們買這些東西 是啊 所以很多老千 香港 所以呢 其實香港人呢 大愛 是有很多在那裡 但是 當他被騙一騙之後 那個反彈性 又變成很壞的人 嘩 說髒話 好 我變成髒話 不好意思 他在街市斬豬肉 是比較粗 是啊 就是這樣說 香港人的包容心 是很大的 你自己想一下 如果那條陰家產 問你借錢 你有一次很難 問他拿回來 下次再借給陰家產 是有的 也有的 每個人身邊都有一條陰家產 你明白嗎 那條陰家 還要跟你認出 契哥不好意思 一聲你覺得 那你就算了 你求兩期了 那就是 其實你本身也是一個很包容的人 因為你希望 有一次如果我自己的事發生在我身上 你都會這樣幫我 但最後當然不是 人們聽到 那裡都起了雞皮 有很多故事 你這樣說 老婆說 你為什麼還借錢給那個死仔 然後說 是兄弟 就是這樣就可以 OK的 沒問題 最緊要 認帝位 好了 講一下其他日本人 所謂的缺點 這個 就是在網上找到回來的 他第一件事 就是 他們其實說話 很 表裡不一 他說有些是長面話 嗯 敬語 對 好像很恭敬地對你 但實際上 他是不是呢 他說如果你跟他們不熟 你們不明白他們的心思 你猜不到他想什麼 日本人很複雜 我覺得 我一點點經驗 以往去日本 一兩次就覺得 五光十色很有趣 好神奇 好美 所有東西都很吸引 有一次我去到 夜晚 夜晚那些什麼 光武忌的 我不是說去 煙花野草 如果有去過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光武忌的 就是通宵特特 可以吃到東西的地方 然後見到 那些什麼 元宿區 新宿區 夜晚 差不多 十點不太晚 那些人已經 喝到爛醉 噢 死屍 整個街 但是我當年 看到的感覺很可愛 為什麼全部都是西裝佬 對 很少年輕 年輕 我當時不太常見 但也有的 但大部份都是上班 很強大壓力 之後現在都知道 喝到啤啤灰 又搞不得八 在那裡 到處亂叫 其實那件事 令我覺得 日本是很兩極 而且這個畫面 也挺反感的 我講一下 其實呢 你講這個表面說話 和心裏那句 香港人不是一樣 嗯 好笑的 你表面 沒事的 喂喂喂喂 那對面 有這個混蛋了 很多這些 是不是一樣 我先講一個親身經歷給你們聽 我不知道那個人有沒有聽 香港人呢 他可以在背後說你 他打算不會撞到你本人 哈哈 你真的不知道 我告訴你 我有這樣的經驗 真的很好笑 有一個朋友 我認識過他幾次 在網上評擊我 嗯 說話很不客氣 這些不是朋友的說話 不要緊 我經常說一句 你做Haters 你對我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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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人給我乘地鐵 他昨晚說完 在我面前 他看到我 他看到我 我叫他 喂 喂 他跟我說 去哪裡 是嗎 那些人呢 做虧心事 眼睛很閃縮 打開頭 裝死狗 你在網上評擊我 不是很有型的嗎 告訴你 其實這些表裏不一 是人都有 大部份香港的都多這件事 廢就大大聲,出來就變成字嘩嘩 好啦,好笑的 不如下車啊 好啦,好笑 你平時聽我說話就知道我什麼人 我真的不怕這些 說口又不怕你,手又不怕你 他自己牛底,所以做人呢 香港人謙厚一點 我對著人物都很謙厚 我純粹當DJ說話給你聽 我平時人不是這樣 說笑 我也忍不住笑一笑 好啦,這個日本人的缺點 他認為在東大出身的人說話就對 他是崇拜權威的 東京大學出來的高優生 有莫名的敬意 香港也有的,告訴你 嗯嗯 就好像我有些親戚一樣 很崇拜權威 醫生說話一定是對的 當然,醫生啊 其實呢 九營人界有九種人 第六號人就是崇拜權威的人 會特別去 二號都會的 二號是幫人 他會先聽你講的 崇拜權威的,學習的 但是香港人是有些是頑皮的 尤其是讀不成書那班 我想說讀不成書那班 不是賺不到錢那班 反比的 讀不成書那班 通常很有錢那班 李嘉誠是我們的KOL 讀不成書 但是賺到很多錢的KOL 那班人是比較不純規道舉的 沒有那麼崇拜權威的 當然他請了下屬回來 他會聽他的意見 但是 那個人本身是他 覺得自己有些聰明 所以他就不太聽人說話 香港就特別是 但是在日本呢 就會 是的呢 點了頭 是 一定對的呢 是的 一定不會錯的呢 一定是這樣的 他是這樣的 完全是 其實說真的 我在香港也見過一件類似的事情 話說這個灣仔政府大廈 其實如果有做政府的朋友都知道 越高層那些就是越大顆的阿sir 如果下午 你平時見到 一群人都在等電梯 從於巴閉的小孩 入電梯 有一個以前的鬼佬 進來之後 那一群人都變成乖乖的學生 靜了 因為那些大顆那麼上層那些 即是 不要說日本 基本上 你看 政府大樓 其實都見到這些 都挺搞笑的 好 那接著說 日本人呢 本身很自律的嘛 他自律得來呢 很多那些不成文的規矩 好了 譬如呢 就業活動 一定穿黑色西裝就可以見工 哦 香港沒有這些東西的 是的 香港稍微相對 讀大學呢 之後呢 一定要找工作 嗯嗯 香港都有啦 你經濟壓力的 你老爸老母都會逼你 是不是 那我跟著呢 就說 上班呢 不可以吃東西的 這個日本人 但我想說呢 上班可不可以吃東西 都是看你做哪一行的 你有沒有見過兩個警察 咬著雞腿去逃避的 哈哈 不會的嘛 大哥 這是人道片裏面的橋段 哈哈 咬自己的紅蘿蔔 你猜脈偵探啊 是不是 那跟著呢 就是 面試的時候呢 有規矩的 鞠躬角度都要注意 嗯 老實說 這方面呢 我幾熱愛 就是你跟他做奔客呢 嗯 他服務你挺好的 譬如我在香港 跟一個AV女優拍過 小刀男 他走的時候 他在鞠躬90度 嗯 我們走入電梯 走很遠 就見到我們 看他又倒下的頭 然後我們坐電梯走了 都不斷跟他拜拜 他說 哇 那些女人真好 那些幫我做事的人 嗯 我說 是啊 說真的 老實呢 你說假什麼都好 但是 當有一個 剛剛工作員的 partner 他跟你點一下 平時我們這樣 喂 下次吃飯 你都會 嗯 好 下次我們都會這樣回應 何況這個動作 你說假的 喂 一個鞠躬90度 其實都幾雙腰力 其實他肯做這個動作 大家 假假的 但是都會覺得 是尊重的 老實說一些假假的 就是真的 哈哈 真的 好像你自己 自己對著鏡子笑 做個假笑樣 你做完之後 你一個人會開心一點 你十分鐘之後開心一點 繼續做 這是真的 這方面 OK的 好 那先說一下 在車上 不可以講電話的 小聲通話 都被人歧視的 做得好 這些都打人了 香港 給錢的時候 就要把錢 放在收銀台的盤上 不是就沒有禮貌 這個 我都犯錯過 因為我們習慣 買完東西 可能在Family Mark 那些 七仔那些 你給錢 香港當然是給 收銀員的手 但他們不行 一定要放在盤上 因為他們的意思就是 這些不是我的錢 是公司的錢 我不可以直接收的 要放在盤上 就是在禮貌上 就明白的 但如果不知道 好像覺得 取得這麼困難 不接錢 其實就不是 嗯 說到日本人 是很注重別人的意見 香港那些 不如阿叔 戴口罩 做什麼 現在 哈哈哈哈 扭回頭 我們很注重大家的互動 哈哈哈哈 注重互動 注重大家的互動 方式 總之你在做什麼 你理人家 你又被人 都可以了 告訴你 香港 那日本呢 在新幹線上面 即是那些地鐵火車 看到一個場景 有一個日本老母 哄一個 很 不知道做什麼 那些年輕人 我說了 別人看著你了 別哭了 然後呢 說完之後 五歲的兒子就不哭了 他意識到 日本人很在意 別人怎麼看自己 嗯 就不像 這樣吵吧 那些哥哥姐姐 笑你啊 啊啊啊 更厲害 打到他 喊救命 啊啊啊啊啊 然後呢 一些報警 警察來 然後呢 香港人呢 是這樣的 小事化大 是啊 擴大 你說他在意 不在意 你就聽聽 你喜歡香港 日本 你自己選 沒有啊 其實說真的 如果由他小時候 他已經有這樣的概念 難怪為什麼有這麼多奇案變態 那些 真的會發生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很極端 當他們沒有事沒有事 就鞠躬微笑 但如果喜歡看奇案的人 我相信你自己找到不下過百 還真是這些 不笑不笑就嵌有的人 那些人 怨氣都很大 但是那邊 就鞠躬埋埋埋 香港好像原地發洩 但這些都是貪真切的真解 嗯 我看過一次人在地鐵和人吵架 好笑 那個阿姐 大陸大媽來的 拿著幾個行李 我叔叔跟他說 他說 你推一點點吧 好多人走的 哈哈 你現在欺負我女人嗎 哈哈 我叫你推一點點 好多人走啊 你現在不是欺負我女人啊 我擺東西在這裡有什麼問題啊 他叔叔說 你都不講道理 然後他大媽很厲害 我一看你都快死了 嘩多噁 然後他叔叔說 哈 有沒有人聽到啊 真是陪你阿摩 聽到他說什麼 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接著 接著他再說 你連你老母都快死了 哈哈 哈哈 笑了 我在旁邊 嘩 好過癮啊 我心想這場戲好看啊 然後再吵了兩句 你呢 你說還給你什麼 然後再說 然後整班人 起控啊 不要吵啦 吵你老母 嘩你女人 你現在全部欺負我一個女人 你們那個老母都死的了 哈哈 好笑 這個是單數和中數的威力 哈哈哈哈 哈哈 嘩 嘩 真的好嘩 所以 日本人 那種息事靈人 世界少很多 煩惱 唉 你說解都好 但有些東西 是最快解決 大家收口 沒錯 的方法 你剛才那個點子搞笑 你說日本很多嵌油 對嵌 誰 神經病 香港人不嵌油 你不可以這樣說 對嵌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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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說靜靜的 好像日本比較好過癮 日本那些是少女藏到 你香港那些是 唉 傾不成功 就開拖 是那些激情開拖 都是 不要緊要啦 但其實 我自己就 想 靜靜的 靜靜的 大家呢 我經常都說一句 平水相逢 不要搞那麼多仇恨 是的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多一個微笑 這樣就OK了 這句說話 可能有些人聽 多好 多舒服 喂你好我好大家好 一懂白白說的 哈哈 但是誇張他 就是看誰說的 有些說話 喂 語氣和人物 誰說你都知道 不是 他說的特別慢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哈哈 有特別慢的節奏 好 那第五 日本呢 是一個男性為中心的社會 嗯 嗯 香港就是女性為中心的社會 嗯 我們很崇尚男女平等 但是我看到 在香港來講 女人主導 唉 這樣說真的 有時候不是說男男女平等 有些東西是真的 catch到 你根本 你下意識是喜歡看 還有有些東西是真的 男的才做到 有些真的女才做到 對不對 日本 比如說男人主導的社會 其實我都會看 我覺得是看那個人本身的性格 香港一樣有 男人主導的 Family 但是你看得多是 男女都有主導 嗯 男女都有 那 很難說的 講個人性格 我有個朋友是 武士隊的教練 他一定 他天生一個 九型人格八號人 他是大哥 他小過我年紀 我都叫他聲大佬 他的性格是 很照人的 所以他在家一樣 不會是 老婆主導 對 因為如果有些人本身的性格 有領導的才能 沒錯 你又做得好 搞得好 那怕什麼 怕什麼叫聲你大哥 對不對 你真的可以 你有能力 最重要你有能力 可以做得到 香港就有很多女boss 真的 對 剛剛糟糕了 對不對 大家都 那幾年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男女為什麼有些東西 為什麼不可以說很平等呢 其實大家如果是一個Gamer 就明白 同一隻Gamer 男Gamer和女Gamer Hit Ray 是差幾遠才可以的 噢 很多樣的 等一下有些苦拳 又來隔你了 女人有些東西 很多的 他說Hit Ray 當然是女Gamer 很多 當然 男人看多 其實 平均來說 香港男女都喜歡看女 其實一生不能藏二虎 所以一個男人要主導 和一個女人要主導 注定是分手 嗯 香港 他要找回一個給他Hit的男人 男人也要找回一個給他Hit的女人 但是日本普遍就是男人說了事 好 接著呢 他說過日本人的缺點 他是什麼 生活最低成本高 什麼意思呢 日本人很多年沒有大範圍 漲過物價 他說消費稅也有增加 但是商品差不多 那些錢也差不多 嗯 但是日本最低的成本 比較高 就是生活 咦 所以造成日本人生活在網巴的現象 在網巴住 日本人 這麼搞笑 他說不用給水費 屋租 可以花最少的錢 就屈蛇 在網巴裡面就住了 哦 我明白什麼網巴 有啊有 晚上那些 好像那些漫畫網巴 就是那些 因為他的形式 應該很多香港人都有玩過 他就是可以200元港幣左右 差不多玩通頂 那裡面的房間 就可以有一部電腦 你可以看片 唱劇 然後你可以在外面自己拿公仔書 在外面就24小時有東西喝 買杯麵 就是那種的網巴 就不是我們香港的 進去打機的網巴 這篇我懷疑台灣寫的 說人家生活 就是最低的生活成本都高 意思就是生存成本高 唉 我香港如果有這些網巴的人 都在網巴裡睡覺 是的 有得洗澡的 是的 有得洗澡的 可以在那裡打機的 可以讓你躺在那裡 我想 這個生意有得做 當然 現在問題就是說 香港 他現在說幾貴 他說二三十萬日圓 他說為什麼呢 他說一般要給一至兩個月租 來電住 香港還沒什麼樣子 但是香港 香港的水平是 是屈蛇 是 喂 小到 是一個鐵籠 那些劏房 多恐怖 二三十萬日圓好像很多 其實是 一萬四千元至二萬一千元 他們給不起 他們賺不起錢 你想 你住網巴 我們怎麼只二萬一至三萬幾 做間奧 即是香港更艱難 是 最低的生活成本 高 嗯 這個就是這樣 好了 跟著說這個 這個沒辦法 自然災害多 地震 那也是 大家好像上個 上兩個月都試過香港地震 嗯 說真的 平時 就是 那些人 沒試過地震那些 就會 厲害厲害 震兩下都害怕 爬底 什麼什麼 但上次其實震了很少 跟著香港的人 好像臨漏 哇 你沒有試到 然後晚上 通宵 其實動了幾秒 然後又說 原來地震這麼恐怖 我有個朋友 家姐在大阪住 都說 震醒地震 是啊 另外 缺點就是 對外國人 日本的態度 是明顯不同 日本人 很有禮貌 是啊 對外國人 崇洋 因為始終 日本也是 對美國 是 有個很崇洋 的人 如果不是的話 一來本身 他們美軍基地 又在那邊 當然啦 中間也搞了很多 不快事件 但是 基本上 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 金屬起飛 那些 各類的東西 其實都是跟美國 相關 即是車 鑄鐵 那些 好了 接下來 第十幾個 說到 家裡 交流很少 大家是很冷淡的 日本人 是啊 我常常都認為 好像那些 同一屋蟬 那些大哥二哥 很爛的 不是 沒有什麼 家裡的老爸 放在那些老爸 那些 老媽又煮飯 又不會問你多餘的 那些 又適合親 是啊 這樣 這樣 感覺上都幾大出入 還有日本人做事 那個流程很長 時間也是長 沒有香港那麼快 其實 其實是的 因為我有些朋友 在日本那邊讀書 他說搞一些政府文件 你就大陸 他說最少半天 是啊 所以 其實 日本在一些地方 譬如你去旅行 很棒 但你真的感受他的文化 你聽完之後 有些位置OK的 但有些位置好像差點 沒有完美的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完美的民族 所以大家 多些包容 不要揍別人 你老媽就快來死了 那不要 千萬不要 我們以後不要做這些事情 大家愛護大家的爸爸媽媽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 拜拜